Hello,大家好,我是Anthony 我将在我的频道当中呢 跟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单元 2 minutes quick take 麻股两分钟简报 我将向大家跟进一些上市公司的最新动态还有方向 而今天我会提到的这支股呢 是SupercomNet的Logic Super Hub 神通网络 它是一家生产工 一老设备、汽车还有资讯科技行业 所使用的这个电线还有电缆的公司 那最近呢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是 在9月2号呢 ScomNet一批3500万股 相等于5.43%的股权呢 以每股1令吉95仙的价格呢 在场外交易 最重要的是这位新的投资者呢 是以市价来收购这批股权呢 是完全没有折扣的 这一向市场呢 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他们对这家公司的 这个增长还有前景呢 是充满信心的 你试想一下这位新的投资者呢 是在ScomNet 股价从3月19号的32仙 最低水平 大起超过500%后 才买进这家公司的股权了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你可以点击这里去观看 我上个月为ScomNet 所制作的这个视频呢 来了解这家公司的运作还有前景 UOP Gideon在9月2号发布的这个研究报告中预测呢 ScomNet将在2020年才这年创造 2950万令吉的这个净利 比2019年才这年的1940万令吉 增长52% 同时呢 该行还预测 ScomNet的2021年才这年净利 将达到5160万令吉 意味着净利将比2020年才这年的增长75% UOP Gideon在这份报告中呢 给予ScomNet买进评级 同时呢 调高目标价值2令吉40仙 另外Raport Entry在9月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呢 该证券行看好ScomNet的强劲盈利前景 并推崇该公司在医疗保健行业的实力 这是一个有能力抗击经济衰退的领域 由于主要客户订单的增加呢 该行也调高ScomNet的2021年才这年 盈利目标19.5% 好了各位 我今天的两分钟马股简报就到此为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与获取更多上市公司的最新资讯 那点赞我的视频呢 将给我更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很快再见 Bye